題目裡面大概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包含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從1到6分別完成 那我剛剛講過了 公式部分就是身高 減掉 這個叫做 標準體重指標 那這個指標比較麻煩一些 這個指標會因為他是男生 或女生 而有不同 所以如果說 全部如果都70 那你就用70就好 可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然後呢 最後必須乘上0.7 而且結果必須是無條件進位的話 用run up來做 那我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分階段來做 你不要一次做完沒關係 你可以第一階段 比如說我要先判斷 他是男生或女生 給不同的條件 那你可以第一個 先利用那個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邏輯 因為我們一幅是在邏輯 或者全部裡面打if 也可以啦 甚至你在那個最近使用過的這邊if 也可以啦 反正你只要找到if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的 這個條件的部分的話 它有個 Logic test 就是他邏輯 他的性別 如果說 他的性別 怎麼樣呢 等於 你可以用等於女生 或等於男生來判斷 如果他的性別 假如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男的話 那就是80 反之的話就是 就是70的話 那我這邊 先改一下那個 輸入法 OK 那這邊的話 如果等於什麼 雙引號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設我今天用男生來判斷好了 假設我今天呢 他是一個男 男生 OK 那 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如果他是男 那就給什麼呢 給這個 當然你可以輸入80啦 不過他主要是希望你去抓這個位置 就是 如果是男就抓這個位置 那反之的話呢 下面這個格子就是70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 因為這個性別 而有差異 OK按確定 不過特別注意喔 確定之前喔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 只要是 他的列號 3就會變成4 4就變成5 所以記得呢 你在這個按確定之前呢 請你先按F4 那這個F4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今天呢 這個位置要把它鎖起來 不要因為向下填滿 而變動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按F4把它鎖起來 這個3跟4才不會變動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他會出現70 可是70不是我們要的最後結果 我們要的最後結果是什麼 是他的身高 減掉這個70 再乘上什麼 乘上0.0 所以 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游標再點擊這邊 你可以分階段做 第一個 先抓到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那個標準體重指標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做 把身高放進 不過特別注意喔 游標放在一幅的前面 點一下身高一下 身高減 這個時候你可以減 記得喔 點一下身高之後再減 然後呢 再把怎麼樣 外面先刮起來 為什麼要刮呢 就是說先減之後 再乘上0.7 OK 這樣子的話呢 有沒有 身高就減掉 這個不確定的 就是用一幅來代替 再來的話 把它打勾一下 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就會是57 但是這個題目裡面要求說 要把這個 他的體重 做無條件 淨位 所以最後 還需要再加一個 RUN UP 那RUN UP怎麼加 有幾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 你可以把等號後面的部分 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 留下等號嘛 沒關係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最近使用 你就找一下數 我印象中這個是數學 數學與三角函數裡面呢 R開頭的 裡面就會找到有沒有 一個叫RUN UP的這個函數 那當然呢 你點擊這個RUN UP的同時 下方也會告訴你 到底這個函數做什麼用途的 你就按個確定之後 確定之後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去 我們剛剛不是做完那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 把它貼上 那記得 取到整數的話呢 那這個RUN UP的這個就是零啦 如果取到小碎 第一位就是一啦 一十類推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本來是多少 57.4 那45度之後 當然應該是57 不過因為我們是用RUN UP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他自動幫你進一位 變成58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本來看到是57 如果你用RUN UP之後的話 按確定看一下 是不是就變58了 OK 所以 最後答案 記得 再包一個那個RUN UP 然後呢 再把它往下填滿 往下填滿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整個 往下拖拉 或者直接 空點放上去 點兩下 他會自動 幫你全部 通通都 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 基本上就是 幫你把那個原來的裂號 再增加一個 那因為我 這個 這個 G3 跟G4 已經把它做 F4 縮起來 所以他基本上 他永遠都是 G3 G4 OK 好 那最後的話 這個地方 增減體重 題目裡面的要求是 第一個是把這個先做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再怎麼樣 增減體重 就是標準體重 減掉體重 所以呢 你就直接 郵票放這邊 等於 直接按一個等號 先等於什麼 等於 標準體重 所以就點 標準體重這個欄位 減掉什麼呢 減掉 他的體重 就會是 他的那個 增減體重 打勾一下 他的標準體重 體重是58嘛 那他的體重是45 所以這個人應該 過輕了 所以基本上他是 應該是 負13才對啦 不過因為這個Dash譜號 所以基本上 顯示不出來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算出什麼 他的增減體重 那底下的話 一樣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OK 所以第一題跟第二題的話 我們先 把它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 有這些相關的訊息 所以 記得啦 這個我想 你們就每一題上面 你只要找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包含前面的 前面 第102 一直到110 這幾題的答案 也都在這邊 所以你只要把它點開來 裡面都會有相關的參考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繼續來看 就是說 在下一題 下一題他我們做什麼呢 下一題就是 要顯示這個格式 這個格式是什麼樣呢 就是說 如果是體重為正數的話 顯示這個什麼 幾公斤 那如果是負的話 就顯示什麼 負數的話就顯示紅色 也就是說如果是過重的話 就是應該要減幾公斤 那就顯示減幾公斤 另外的話呢 如果 增減體重為0的話 那就剛剛好 兩個相比對 完全match的話 那就顯示為藍色 完美體重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預設 原來的這個效果 原來是長這樣子 但是這個辨識率太低了 這個地方應該是正的啦 我剛剛應該 應該這個 增減體重指的就是說 他的體重 標準體重 標準體重 減掉 體重 也就是說如果標準體重減掉 這個減掉這個 那當然 過來的話就是 13 那表示說 如果過輕是正的 剛好跟我們理解是相反的 就是說如果是過輕就是正的 可是呢如果是過胖的話像這個 他的標準體重 這個也是過輕 像這個人他多了 應該這個地方應該是負 所以這個跟正一樣 應該是負 這個應該是負6 上面是正的 下面是負的 反而意思就是說 他應該要減 幾公斤的意思 正的話是他應該要增加幾公斤的意思 那如果剛剛好事為0的話就完美身材 可是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 如果我說我們最後顯示出來 其實辨識率不高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我們辨識率增加呢 其實可以把它變成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就是說 如果他原來是正數的話 就不改變 但是如果是 負數的話 那就把它改成紅色的 而且紅色前面呢 再加上 減 幾公斤 那如果說相等的話 那就是用藍色的 然後呢 後面顯示什麼 完美身材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如果是0的話 這邊有個0對不對 0的話呢 就把它顯示為 藍色的完美身材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稍微 比較麻煩一些些 需要下一點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呢 分成三段 第一段的話呢 就是 如果他 過輕了 就是 像這個13 所謂正數 那就是第一階段 那怎麼做呢 加個0 這個地方直接按右鍵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點第一個 按SHIP的鍵 再選最後一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一個叫儲存 格的格式 也就是說呢 我可以從這個儲存格式裡面呢 去做個制定 那定義哪一些東西呢 包含 第一個 0公斤 比如說我第一個就是他原來的體重就把它放在0 後面的話呢 預設是公斤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 中文 直接打一個公斤 那這裡的話呢 我直接打一個公斤 OK 這樣的話呢 顯示出來 就會是13公斤 第二個的話 請你按個豆點 跟正一下 應該是分號 分號指的就是說 後面如果是 他是過胖的 那會需要是紅色的 再來是完美身材 所以會有三段 因為這個公斤比較融長 我直接先把這個 先 先把它 貼過來好了 再來講解 會比較簡單一些 OK 這個是第一段 如果說他是過重 那是0公斤 第2段是什麼呢 記得喔 中間加一個分號 分號 就是如果他是 他是過胖的 那你就顯示什麼 一樣是 0公斤 只是說呢 我今天 要在原來 0公斤裡面呢 把它變成紅色的 所以字要變成紅色的話 那我就在前面 把它加一個 中瓜虎 紅色 這個區 的那個 顏色 就會變成紅色 並且在這個 0公斤前面 再多一個什麼 減 有沒有 減 幾公斤 這個部分的話指的是 負數的意思 就是裡面的指是 微負的時候 那我就給他 這個格式 再加一個中間 加一個分號 如果是 相等的話 那就第3段 第3段的話呢 顯示什麼 完美身材 並且在前面 其實放在後面 也沒關係 加一個藍色 記得用中瓜虎 給他 這個時候 做完之後 特別注意喔 不能打出任何一個字 他有個規則性 就是說 如果是文字的話 前後一定是 什麼呢 雙以後 有沒有 這個0的話 表示他裡面的值 放在這邊 那這個顏色是加這個 並且加一個什麼 減 按確定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這個公式沒打錯的話 按確定 他就會顯示出 你要的結果 有沒有 如果為正 他就是 多少公斤 如果是為負的話 就是減 幾公斤 並且變成 紅色的字 如果是完全 相等的話 那就顯示 藍色的 有沒有 中瓜虎 完美 完美身材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這一題 所以這個公司 我想 不難理解 你也不用死背 這個公司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等一下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第 三題的部分 OK 那第四的話 比較簡單 其實這個地方第四 就是把上面做個平均 那平均的範圍就是 F 到I F藍到I藍 F藍我們看 F藍就升高 升高這個地方的話 要平均的話 非常簡單 在常用裡面 除了你可以用插入函數裡面有個Average 數學裡面 有一個叫 這個 應該是統計吧 統計裡面 有個叫Average這個函數 不過如果你從統計裡面找 Average的話 有時候比較麻煩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常用上面 這邊有個Sigma符號 旁邊呢 一樣會有個什麼 有個 小件 一個一個 一個小的一個三角形 平均值 其實從這邊點跟從剛剛那個地方點是一樣的 不過從這邊應該比較簡單一些 你把他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他會問你是不是平均上面 這個 這個範圍 沒有錯把他打勾就可以了 OK 那就平均升高 那平均體重的話一樣 從這邊點一下 平均值 這個班級的平均體重為多少 65 OK 另外還有這個 所以其實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叫一個一個 總共會有四個 欄位需要平均 變成你要做四次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平均值 打勾一下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第四題的部分 等一下的話就列印了 OK 請各位先試 把這部分先完成 再來就是要設定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字體要 這個 這個區域的字體要改成這個 這個 這個 Area的字形 然後另外 他的背景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橙色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 然後 變更他的字 這個字形很簡單 選取他有沒有 然後找到常用裡面 找一下 這裡面的字 這個字形 找一下這個 OK 然後把它選取就可以了 把它點擊 第二個的話 顏色 這個底色 背景的顏色要怎麼樣加這個橙色 他原來顏色是白色的 那你把一樣選取之後的話 點擊這個油漆桶 背景顏色的話 改這個橙色就可以 把它點擊 OK就完成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第四題的後面兩個部分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列印 再來後面兩題 主要是列印 就是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部分的話 列印的方法 當然 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點這個 檔案裡面有一個叫做列印 那列印的地方 他這個地方當然有一個讓你去做一個 設定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 針對 這個做一個 相關的設定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地方做一個設定 並且 再別注意 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要長得像這樣子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如果你希望列印的時候 可以列印出類似像這樣 就是 上面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 上面的東西不要出現 因為呢 我們有上面還有一些 有的標題 文字等等的 那個不要出現 第二個的話呢 當我換下一頁的時候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頁有 那下一頁有沒有 往下 下一頁也有 其實每一頁都應該出現才對啦 這個效果該怎麼做 OK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先把那個前面的一到四先完成 當然不是我們要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 你列印的時候記得 切到版面配置 主要 去管理那個 列印的時候都會在這個地方 去做管理 那 這個版面配置 一般習慣 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 右下角會有一個小箭頭 一般會從這邊去做 做那個設定 所以 版面配置裡面 點他的右下的這個按鈕 點下去 這個時候呢 主要 他有相關的設定 不過這些設定 我想跟我們要設定 應該都不需要去調整 因為我們要列印的話 是直向的 應該沒錯 不要把它改成橫向 然後 邊界這個不用調整 夜守夜尾也不用調整 主要是工作表這個地方 那工作表列印的範圍的話 這邊的話呢 那 特別注意 如果你沒有指定的話 他會把 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印出來 也就是說 如果我指定 這個列印範圍呢 不要有上面的東西 哪些上面的東西 就是上面 1到5列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直接選取 A6 一直往下選 選到哪裡呢 選到 這個 I612 這個範圍 有沒有 那如果我選這個範圍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預覽列印一下 你會發現 上面的東西不見了 所以以後 很多同學可能 是有用了之後 但最後要把它印出去 報表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 不會列印正確的範圍 那就完蛋了 所以其實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 選擇正確的範圍 但是特別注意 你選擇 最後再把它切回來 一樣點這邊一下 不過如果你選這個工作表 這個範圍的話 基本上 有的時候 我覺得還不是 太方便 一般會怎麼樣呢 乾脆就先做一件事 就先把 把A2 A6一直到最後 按SHIP鍵 點那個 I612的地方 把這個範圍 定義成一個名稱 叫什麼呢 叫學生名測 所以怎麼定義 公式裡面 有一個叫 要定義名稱的 你就把這一個範圍 取名叫做 學生名測 那以後的話呢 我們去 直接怎麼樣 給他一個名稱就可以了 所以直接在這邊打上 學生名測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直接 OK 以後呢 就用 學生名測 代替底下的範圍 按確定 把它複製一下 按確定 那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公式裡面的 定義名稱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更簡單 你可以一樣把這個A6 一直選 選到那個 I6 按SHIP鍵 I612 那記得 你還第二個方法 除了從公式裡面 定義名稱之外 你也可以去看到 關鍵在這裡 你先把它選了之後 上面這邊有一個 小小的 這個框框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有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要重新定義這個範圍的話 可以直接 把這個名稱 學生名測打上去 按個Enter 這個範圍的話 他將來也會叫做什麼 叫做學生名測 那也就是說 將來這個 這邊會有個名稱出現 那如果說呢 我在版面配置裡面 剛剛用選的 那其實如果你 不用選的話 比如說把它刪掉 你可以按下F3 在列印範圍這個地方 你按下F3之後 各位可以發現 它會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一個名稱 那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記得 這個地方按F3 它會把你 將來的名稱 通通顯示出來 那這個工作上 也蠻常用到的 就是用名稱 來代替 某個範圍 你就不用 選的那麼辛苦 OK 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 學生名測的話 實際上就等於 A6到 I62 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這個地方 預覽列印看一下 其實結果 應該也會如 剛剛我們看到的結果 這個第一個的話 應該沒有 第一個部分 就完成了 這個實際上 也是 題目裡面的那個 第五題 其實就是把什麼 這個範圍 改成什麼 學生名測 OK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用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 直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在上面這邊 打上學生名字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以後用F3 去把那個名稱給找到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列印的時候 我希望 在那個 第二頁 也要顯示 這個這個 欄位名稱 那怎麼做呢 首先一樣 版面配置 點擊這個一樣 一樣 工作表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列印範圍 它會自動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 改成那個 學生名測 那 記得這邊有個列印標題 標題有個叫 標題列 跟標題欄 特別注意 如果橫向的話 一定是一個標題列 那標題列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 請記住 選一下 如果我的標題列是在第6列的話 你就把游標放在標題列上面 再把滑鼠移到第6列的上面 這個地 特別是你游標是放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 然後移到外面來 再點一下第6列 告訴他說 我的標題列就是在第6列 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什麼 6 有沒有 到6 表示說這整列 就是我的標題列 OK 我們按個確定看看 按確定 之前我們按 預覽列印看一下 好 預覽列印之後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第2頁是不是 也是有 標題列 OK 你會發現 上面標題列就出來了 OK 所以 這一題的話 總共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的話呢 把這個範圍定義成 叫做學生名測 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在版面 其實都在版面配置裡面完成 這個地方其實將來當你可以按F3 學生名測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記得 點一下 OK就完成了 那最後呢 請你把這一題 如果確定沒有問題 你就把這個檔案 裡面的那個 列印 確定 OK之後 再把它另存新檔 那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家2022把它存起來 OK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